来到暑期的尾声,金山区公所为了让学童们慢慢的进行收心超 今年就特别设计了两个场次,不同内容的亲子教育讲座 邀请大手西小手一起DIY,透过亲子一起动手玩编织 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更加也让小朋友透过活动来放电 也让家长来重重点 暑假接近尾声,金山区公所特别举办了亲子教育讲座 今年特别设计规划两个场次不同的亲子教育内容 都是要让大手西小手一起进行DIY的活动 而第二场次的讲座,由熊熊画铺访陈冠真老师来教大小朋友 应用小手编织制作,麻编制物栏,美观又环保 还能为家的风格来点缀 今天呢会,虽然看起来材料好像会涨很多东西 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用太短信尊跟作业 简单那么一点 就是比较注重是说我们一个一个步骤来做 那这种制物栏就是你可以回家之后啊 你可以放蚊子啊,或是放干燥花、放鲜花都可以 或是你放什么,放手机过啊 连续两天的课程都需要编织技巧 不少参与第一个场次的家长都说 上完课之后与孩子在家一起编织 一起讨论编织技巧 此外编织还很需要专注 因此也可以借此来训练孩子的专注力 我们公所的话呢 都一直都会在暑假的期间才会来办这个亲子讲座 就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他是有时间可以来做 也可以跟着我们的家长做的一起来做这个DIY 不管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嬤都没有关系 透过暑假尾声的亲子讲座 今天去公所希望能够让亲子躲开艳阳 在凉爽的室内制造欢乐的亲子回忆 而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也有许多大手吸小手的步骤 让亲子双方都感受到满满的亲密感 也让彼此感情大升温 记财品韩金山采访报导